精彩的Talk 工商服務時間 如果有LightningTalk的講者 請等一下在五點半以前 到應該是那邊的小角落集合 如果你有信報到LightningTalk的話 等一下五點半以前請到這邊來集合一下 我們接下來這場Talk 是由Seventeen為我們帶來的 關於Google工程師在20%的自由時間當中 可以做出什麼應用的有趣的計畫 他昨天晚上提到說 這個計畫在台灣好像知名度並沒有很廣泛 其實在國外不管在博物館 或是在一些特別的場所 如果設置這樣的一個裝置的話 其實都是一個相當酷炫又新穎的使用情況 他還特別提到說 這個東西如果要成立一家公司來搞的話 搞不好有錢賺 那我們等一下就可以來聽聽看 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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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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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好有人拿不到签证 我就上来顶一下 所以大家不要太期待 这个presentation的品质 但是既然来了 我们就要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什么是Liquid Galaxy 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这个因为我们内容比不过人家 我们就靠设备拼场面 所以我一次带了三台电脑过来 好,那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Seventeen 那我在第一个讲者讲的 那个美国有一间G开头的小公司工作 然后呢 那这个东西就是刚刚看到那个东西 还蛮炫的 你可以去YouTube.com Google Japan 然后找到这个 那是Google的 Japan的Marketing Team 他们去 花钱做的 所以还蛮有quality 如果你这边看不清楚的话 你实际上看还不错 那各位可能想要知道 那个东西怎么做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各位解释一下 那这个 我的email是这样 我叫Seventeen 那 这边有看到 什么是Liquid Galaxy 就是 它是一个hardware 可以让你这样子 就是可以让你看 看Google Earth 然后看得很详细 你可以很 就是它有好多个萤幕看 然后你就会 看起来很炫这样子 然后呢 重点是 它是一个20% project 什么是20% project 就是说 假设把你的工作时间分成100份 那你有可以20分钟 不是 有20%你可以做一些 你觉得有趣 你想做的事情 那通常这种事情 到台湾公司来 就是说 你做100%的工作 你如果有兴趣要做 再花20%工作 所以变成你的工时 会变成120% 那我运气还不错 是我现在的老板 我现在的老板 就还愿意给我时间 做20%的工作 那 其实可以讲一下 像我现在这个工作 就是 我们那时候 TorSock 就是每个礼拜二 有 有聊天聚会 然后那时候 我老板刚好有过去 那天晚上 我就跟他吃饭聊天 我就跟他跟他说 你们公司这个应该怎么样 应该怎么样 应该怎么样 然后结果后来我才知道 我那天晚上跟他聊天的内容 变成一次interview的结果 所以 所以我后来我就进这家公司 然后我就开始很忙 就比较少去TorSock 所以可能很多人都已经不认识我了 然后重点是它是open source 那你这时候可能会challenge我 这个 这个 呃 Google 20它并没有open source 但是我们讲的是Liquid Galaxy 不是Google 20 Liquid Galaxy它是包括 这个所有的这个 hardware跟software 除了 Google 20之外 它都有open source出来 那你怎么看呢 比方说它这个里面 它这个source里面都在这里面 然后它有个Google code的site 所有的详细的文件什么 都都在这里面 你可以 就可以参考它做 就一定做得出来 那它在国外呢 卖一套是八万块美金 那其实 我觉得如果在台湾做 一定是不需要照这个价钱 像比方说我现场 我是拿了两台这个CR48 Chromebook 本来想要支持国货 想要拿那个Acer的Chromebook来 结果我们会场只有VGA 但是那一台Chromebook是HDMI out 所以我就赶快就去公司 换了两台CR48 那这个基本上就还可以用 好那在很多个办公室都有 在美国的Mountain View总部 然后在Tokyo 在London都有 那台北呢 我们近期可能考虑会安装 所以如果有装好了 再请大家来参观 那主要它分Hardware跟Software的部分 那Hardware它就用COTX 就是你常见的电脑就可以用 比方说像我这个CR48 加上一个Switch 然后再加上现在是用两个投影机 这样也可以做 然后它主要就是说 很多台电脑驱动很多台不一样的萤幕 所以呢你需要有Display 你要有Computer 你要Network Switch 然后你还要Input Device 然后呢还有你要这个Frame 那Google这个Liquid Galaxy Project很有趣 是它连那个Frame的CAD档 它都有Open出来 你在网路上直接可以Download到 所以你只要Download下来 你照着它做 也可以做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一直在想说 台湾如果有一个公司 就专门做这个 搞不好活得下去啦 不一定会赚很多钱 但是活得下去应该是 好那Software就是 它主要是Master跟Slave的架构 就是说你有一台主要的 然后控制其他台 然后比方说 然后这个就会牵扯到 你要有一个Operating System 那Operating System 就是说 我们比较常见的有Mac Windows、Linux 那基本上它都可以用 我试过在这几种平台上 跑这个两个Google 20的Liquid Galaxy 是都没有问题的 然后它也可以跑WebGL 这个水族管 就是如果你要讲说 符合我们这个研讨会的 所有东西都要Open Source的话 那这个WebGL水族管 是绝对符合我们的要求 好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Input Device 就是说它有这个3D Mouse 3D Mouse长这样子 那它主要一般是在做CAD用的 比方说你可以拉高 拉低 然后旋转 那这个 这边有网址 我到时候这个slide 会share给大家 你可以国外去买 国外买一个99块美金 台湾卖了将近5000块 然后呢 它也可以有不同的这个Input 比方说这个Connect 这个玩Game的你也可以来看 看起来有没有很炫 想像你有一个20个Monitor的Liquid Galaxy 然后你可以在上面这样子 飞 好 然后呢 也有人 就是用下面这个东西 然后也可以用Android Device 你看它哪一个平板 然后可以上下移动控制它 好 切掉 然后这个所以我们讲到Application部分 就是Google Earth 那Google Earth是Google这家公司出的一个软体 那它有不同平台上面可以跑 Mac、Linux、Windows 甚至呢它现在可以在Browser上面跑 所以理论上你到哪一台电脑都可以用 然后在Mobile上或是在这个Tablet上也可以跑 然后呢 这个我们一定要出这种给Dummy系列 这个最简单 就是说其实要设定这个没有很复杂 基本上你就像我这个第一个版本的 就是拿三台ThinkPad接三个萤幕 就把它串起来 首先你要装Google Earth 那这个很简单 这个你直接上网去 它有Linux、Windows、Mac都有这个版本 然后接下来你要确定它网路之间是有通的 像我现在要确定说这三台网路是有通的 然后呢主要要改一个地方叫Drivers.ini 就是在它Google Earth install的目录有一个档案 然后呢你其实只要 你看到这个Quick Start 你只要加这几行进去 加这几行进去 然后它就可以walk 然后主要问题就是说哪一台是Master 哪一台是Slave 然后比较多台的时候 你可能要设一个Broadcast的IP Address 然后这个Offset你要看是39或-39 然后你就可以试它 所以基本上这个绝对没有很难 各位回去你找两台电脑 你就可以开始试 然后呢比较进阶的做法就是说 各位你可能会觉得说 我的这个好像Low图Low的比较快 我的3D Building出来速度比较快 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作弊 怎么作弊呢?它中间加了一个Distributed Catch 就是说假设我现在有三台电脑 然后呢我如果中间那一台有读到的图在Catch裡面 然后旁边那一台如果要用到它就会用 所以这样它就会比较快 然后呢还有一个像这个就是Screen Saver Mode 就是你如果久久没去用它就会跳到下一个著名景点 然后它所有的Source就是 怎么样Set up Liquid Galaxy的Script 什么都在这个Google Code上面有 然后还有一个叫Green Galaxy的这个Project 就是我们在美国总部有些工程师 因为它一次八台电脑50寸 还蛮耗电的 那为了要节能环保 他们就开了一个spreadsheet 在统计说我这个耗了多少电 然后我要怎么省电呢? 这个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 就是把它加一个meter 时间到了就把它断电 然后呢甚至统计说我这个救了多少数 省了多少电这样 工程师通常就是做这些无聊的把戏 各位看到这边 这个好回去一下 不要乱跑 好 这边用的是三台Mac在demo 就是我们公司找了三台旧的Mac来demo 但是实际上上面是跑Linux 后来我发现说 每次出去拿的Mac电脑好像不太好 我毕竟在这家公司工作 所以我们这一次就准备了两台CR48 ChromeOS 但是跑在ChromeOSBook上面 所以看起来目前demo还OK 这个埃及的私生人像 各位马上飞到埃及去 好 那他除了这个东西还能干什么呢 我把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地球也把它开起来 这个要 这个要感谢我们PUTTY的作者 林洪德先生 昨天本来拿了两台 他就是 因为他听到我被 拼骨叔叔 奥勒要来演讲之后 他就帮我准备两台 空面OS 里面有GoogleOS包在里面的 然后呢 昨天本来带了两台ASER来 结果不能用 他就马上又帮我 弄了CR48 然后你看 那我们这边可以看 这样子demo应该就还蛮顺 主要问题就是可能这个网路有点慢 那比方说我们来去找一下台北101 你想象一下 我也是第一次在这么大的投影幕 看起来还蛮炫的 来这边 台北101 一加在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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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101 出来了 我们把它 拉起来一下 这个好像有点晃 好 我看我的萤幕比较清楚 101在這邊 然後呢 也可以去找那個總統府 總統府還有國旗在裡面 所以我們有大陸同事來的時候 我就開那個國旗給他看 然後呢 我們剛剛投影片要繼續 他除了做這個Liquid Galaxy之後呢 他還可以做模擬飛行 各位知道這個在Google Earth裡面有個秘技 當你按下Ctrl Auto A的時候 就會進入模擬飛行模式 飛 不要撞到 不要撞到 哎呀 糟糕要墜機了 好 我們撞的是 這一間不是台北市政府吧 我們跟他沒有 沒彎沒手 好 然後呢 他也可以 比方說有人就開始在用 假設你要想像你有八個螢幕 五十吋的電視 有人把他拿來播電影 這個現成他這個你照的文件做 或是MPlayer都可以做 然後有些人把他拿來玩game 所以我剛剛那個link是錯的 好 有人把他拿來打電動 這個都是做法 然後呢 還有這個水燭箱 我們等一下就可以來測試 水燭箱怎麼做咧 就是他透過有一個叫Node.js 來傳這個中間的Socket 然後有你要有WebGL 叫Enable的Browser 然後呢 你要有Chrome 也不是你一定要有Chrome 就是我們用Chrome來做Demo 所以咧 有什麼出來咧 有沒有出來咧 有沒有出來咧 好 你看他還跑得動水燭箱 這有什麼好處就是說 如果你想要家裡有個水燭箱 但是你又不想要每天喂魚換水 你就擺了兩個大螢幕 然後把這個跑下去 欸 效果還可以 但是我的左右順序不知道有沒有搞對 好像剛好顛倒了是吧 好 你自己想像一下 好 沒關係 我來換一下 欸 有沒有顛倒 我這邊看起來 好 改成-1試試看 還有一點要鄭重 澄清的一點 就是我禮拜二才從美國回來 所以現在是美國半夜時間2點 所以我如果亂講話 或是講不對什麼話 這個絕對是時差的問題 跟我沒有關係 欸 他跑不起來 好 沒關係 然後呢 跟各位介紹一個 如果在場有些學生 或是你有富有研究精神 就我們有個Summer of Code的project 那2001年他有一個專門針對 Liquid Galaxy做的 比方說像剛剛看到那個 Android或是Connect 那個Input Device 就是在這裡面 他們做Summer of Code的 然後有Release出來 然後比方說 這個 你System Network Catch Promos Monitoring 要把它improve 然後到其他Open Source Program 你讓它可以在很多螢幕之間上面跑 這個都是Summer of Code 還有這個Touch Screen Enhancement 然後Google Earth Remote Network Enhancement 然後還有這個自動安裝 因為比方說你八台電腦 如果你20台電腦 你要怎麼裝 你是拿光碟或是拿USB 一個一個裝嗎 比較先進的做法 你可以搞一台Server 它會自動把其他台網路安裝裝起來 然後Desktop Google Earth User Interface Everance to Liquid Galaxy 就是讓Desktop User也可以 就是玩到像這樣子的 好 各位看到這個是 之前幫公司辦一個活動 它用了三個65寸的大電視 所以你看到我 那個黑黑的人就是我 對我是去曬黑的 但是它裡面更黑 好 我的報告就到這裡結束 有什麼問題 可以問 水竹箱只剩一邊啊 那我們就要看地球好了 好 我知道大家其實不是想要聽我的talk 大家想要來搶那個lightningtalk 但是各位再等一下 因為時間還沒到 還有三分鐘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可以發問嗎 有問題請問 好 我想請問一下 我就確定一下 我就說 呃那個 你的意思是說 只要它後面的資料 用WebGL的方式傳出來 就可以 前面要顯示什麼 就可以多台電腦之間傳起來 是這樣的嗎 因為剛剛水竹箱 它不是從Google Earth出來嗎 我有點不太清楚說 你的意思是說 它後面的資料怎麼樣 才能讓各個電腦這樣 同步去播 對其實 重點是在這個資料Sync的部分 我們剛剛其實秀了兩個application 一個是Google Earth 然後一個是那個WebGL的accreditor 那Google Earth裡面是它 程式裡面它就自動處理 這個Master跟Slave的這個東西 那剛剛那個水竹箱 是透過Node.js 然後它在網址裡面 還有它一些pro 在它的那個檔案裡面設定說 哪邊是Master哪邊是Slave 其實你如果去那個Summer of Code的網站看 它還有很多類似的project你可以做 比方說Google有出一個Google Body 那聽說好像也有人成功把它 跑在Liquid Galaxy上面 對這個Liquid Galaxy 我們拼鼓叔叔說要給它一個中文名字 所以他就幫它取了一個叫液態銀河系 聽起來蠻遜的名字 好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不好意思我還有一個問題 好請問 剛剛我看到的大部分都是就是 像你現在擺的都是左右橫擺 但是剛剛那個在畫面上面也有出現 就是矩陣式的排列法 那這個部分它設定上面是 會變得很複雜嗎 還是怎麼樣 你是說Google Earth的話 如果Google Earth的話 你只要去改那個檔案就好 就是改那個driver.ini 那其實不會很複雜 因為也只有那個檔案可以改 那如果是其他的 因為如果比如說後方 我們想要用webGL方式去做一個自己的模型 然後丟出去外面 其他你可以去看那個source code 比方說那個水族箱的話 它是在網址上面控制說 哪一個是第一台 哪一個是第二台 那那個source code裡面都有 然後公商廣告一下 如果對G小公司有興趣 可以去google.com.tw.jobs 找找看你有興趣的 不一定要找台灣的 找美國的也可以 好 我們時間到了 下面沒有舉牌子 那我可以繼續講嗎 那那個lightning talk的主持人 怎麼還沒來 在那在那 那他還在準備 就是叫我要再多講一下 那個我呼叫別人來好了 好親愛人我可以問一下嗎 你剛剛秀demo Google Earth的時候 他畫面其實有點delay 你說是網路的問題 那實際上他的網路流量有很大嗎 基本上也有很多種做法 因為我是找比較舊的機器 如果你Squid的catch夠大 或是你之前在擋一個夠力的catch 那基本上應該還好 其實我不是很清楚 我都在公司跑 善用公司資源 所以 但是我們中研院的速度還蠻快的 我這裡有一個問題 請問 就你之前是用那個 Android的那個 smartphone 去做那個遙控對吧 就那個YouTube上面那個 他是不是 就 他那個是不是用那個 Device orientation去弄的 就是在那個honeycomb裡面的 還是 用別的方式去實現 那個我也不清楚 他source code有放出來 你可以去看一下 所以用open source就有這個好處 如果人家問你問題 你就跟他回答 你去看source 像我這樣啦 有些人就是 很厲害他就直接跟你講說 在哪邊哪邊改這樣子 那因為我是真的沒有看過他的code 所以我不知道 我們lightning talk的主持人 他可能很 就是因為很多人要 要來講他 OK了是不是 哎呀那你要早點說嘛 對不對 來我們歡迎lightning talk的主持人 大家鼓掌歡迎 好嗎 好 谢谢大家